今天呢,带大家看看 就是介绍给大家 有一间在曼谷吧 就是最近蛮流行的一间 算是Cafe打卡的一个地方 就是After the Rain Coffee 在视频的开始前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这个呢,是他一走进来的时候的 那个氛围 你能够看得到就是 他这边最主要的其实就是 船 你就是可以在船上面拍照 打卡之类的 然后旁边呢,你就可以 就是 订他的食物啊 咖啡啊,水啊,饮料啊 之类的 这边的选择其实还蛮多的 东西个人是觉得还行 最主要的就是呢 来这边打卡的人 我觉得啦,多数都是因为要来拍照 其实你也能够看得到就是 有很多的优客 当然也看得到就是 本地人的身影 就我来吃饭的时候啊 之类的,我能够看得到 诶,其实还有本地人来 所以 不只是外国旅客啊之类的 还有很多本地人会来 然后他的座位的方面呢 你能够看得到的就是有很多种选择 你能够在这边任何的选择一个地方 但是自然 如果你想要去拍照 就是刚才那个一走进来 那个船的那边 就是这边拍照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就是 点一份水啊,或者食物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免费拍照 如果你没有点的话 我其实很像是要 100还是200块的泰铢 就是要 额外付费给他们 这样子 然后如果你像我这样子 就比较得空 你能够除了就是 在那个船上那边呢 拍照 你也可以划船 它是没有限制你 就是没有规定你说 你一定要 你只可以排多久 或者你只可以在船上面 占用那个船啦 可以占用那个船多久 它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 或者限制 就是看你自己啦 因为我本身呢 我有这样子滑了一圈 我跟你说 是真的累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啦